忘記了,就是停止車輛 阿捷! 全部車輛! 後藏影片由巴龍蘭介紹 超級車輛! 1年間的保障障礙服裝 力巨人! 保障車輛! 哈囉!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司在這 1992的大發 生活大師 其實我分不太清楚 大發星象 生活大師 祥瑞 銀翼 MI16 那時候大概就有這些車款 那這個是993cc 馬力50匹吧 牛力7公斤 不是小數點後面喔 真的是七公斤而已 好不好 這個我們終於應該超過一年了吧 應該沒有那麼久 好啦 反正我們終於把它整理好了 當然除了你們外觀看到整台非常漂亮的 鮮紅色的烤漆以外 大部分的錢我們花在整理它的 冷氣壓縮機跟調整化油器的引擎 還有換一些缺件吧 我記得有一些缺件燈殼 那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車子好不好 這車子前車主 他其實也花了一些 影片連結 他也花了一些心思在照顧這個車子 四支避震器是在前車主的手上換的 然後前面也有這個叫做化線通風 換掉嗎 啊 我知道我有幫他換什麼 煞車的總辦跟跟辦我們都換掉 然後那時候我很喜歡它一個元素 這是我們小時候的車 這個元素現在已經沒有車在這樣做了 唱練你知道嗎 如果你這樣要繞更低輪子 長三分之一進去 然後那時候這個 這種老車 我覺得必備的一個東西就是擋泥板 前後的擋泥板 只差不夠大張 不能換夜運儀 還是周惠銘那種 那時候老車一定都有這個擋泥板 才有那個風味 現在的車都擋泥板都沒有了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手拉式偏線 還很好拉哦 還很順哦 然後它的後照鏡也超可愛 但是你這個一定要特寫 你要拍一下 有貨寶 這真的很小 你看 其實這車很矮耶 你看我這樣超矮的 高度不高耶 然後這個內裝 就是它原本乾乾淨淨的龍步椅 現在前面是我開車的位置 後面沒辦法做了 哈哈哈哈 這個鬆掉的地圖帶 哈哈哈哈 這個沒救了嗎 就縫起來啊 這兩邊把它縫起來就好了 對啊 只是沒有整理那麼細啊 不過椅子還蠻軟的哦 而且你看它椅子 Cousine 這不是壞掉的耶 它真的是這樣耶 這是要設計來幹嘛的 就是設計它的那個 齒輪用久了鬆掉就變這樣 哈哈哈哈 欸 你不要看有一些那個 大車蒟落那個大車有沒有 他們那個椅子都有那個 避震性你知道嗎 你這樣開車比較舒服啊 然後那個年代很奇怪 它很流行這個 天篷都是要用皮的 它是用塑膠皮的 其實我比較喜歡塑膠皮的 比較好心解 你現在那個龍步的有沒有 弄髒也真的很麻煩 你看這 喔 欸 不好轉耶 喔 喔 喔 欸 欸 屁股沒走 哈哈哈哈哈哈 欸好像蠻屌的耶 你如果開到檳榔攤 好像 欸 屁股沒走這樣 屁股西施會怎樣 啊 你要再跟柯P去拍一次嗎 哈哈哈哈 好看啊 蠻屌的啊 以前小時候小朋友的時候力氣小 所以轉這個東西 其實不好轉 但現在大人了以後就覺得 雖然它有點狂狂的 有沒有 可是其實還轉得下來 但是你要想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其實就比較沒有那麼好轉 所以小時候有個印象就是 那時候還沒有電動窗的年代 要去把這個購了來 都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對小朋友來講 都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然後我們看一下引擎室好了 你看非常的簡單的 引擎室 剛剛盡情舒舒服服服 來來來來看一下 皮帶又新的有沒有 然後那個變速箱那麼小 一顆很高 然後你看這水箱那麼小 哈哈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欸你不要看它 那時候連K6也是這樣子而已啊 水箱都這樣而已啊 然後冷排也是小小的在這邊而已 都一半做一半而已啊 有沒有 那現在都做疊在一起 欸還有日本自能 雨田工業有沒有 那這種大燈就是老碎要老碎 以前的這種古早時候的玻璃燈殼 然後還有這種花紋 然後保持的還算乾淨整齊 看起來就會很漂亮 好啦快點拍一下它的鏡頭 我們出去試車 這車很漂亮多拍一點 喔喔小檔 煎車 真奇怪,沒辦法 我們開這種老車 這種老車還開得出去有點氣 不錯了吧 煞車 這種煞車 不是煞車壞掉 因為這種老車都是這樣 那時候的車煞車大概就是這個水準 所以開老車不能開太快好不好 這個繞一圈的錶嘛對不對 這外觀弄起來配件齊全翻掉了 這好像90幾匹馬力是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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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幾 50.96 50匹馬力 好喔 扭力只有7公斤 這個車唯一一個就是停車啦 停車這個方法真的 我跟你講以前我對這個車很有感情 我媽媽是開這個車的後繼車館 所以我第一次這個考到駕照 18歲考汽車駕照 考完駕照那天是不是可以領駕照那天有沒有 我是開我媽的車去領駕照 那時候是算有駕照還沒駕照 沒有啊 那沒帶駕照 沒有他還沒發給你還沒簽呢 我就是算沒帶而已 警察藍校友就沒帶 正要去拿 正要去拿 就跟警察領檢問你有沒有喝酒 你就拿秘魯打開正要去啦 所以這個車 因為內裝的成色都是一樣 我媽媽那時候那台叫MI16 然後考到駕照那一天 開著我媽的MI16就去拿駕照 好像顯示沒有被警察攔 那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我為什麼做這件事 就跟台灣 你在台灣你要去考重型機車的路視 你去你跟監考官講 我沒有機車 他說大家都騎自己的車來 你怎麼沒有騎來 我還沒有駕照 我怎麼要騎去考駕照 你還沒有駕照正要去考你家騎去 他就是預設每個人在考駕照前 都已經會騎 都已經有騎機車的經驗 那你是真的18歲才開始騎機車嗎 有駕照考嗎 才會騎機車 那你算好學生 我家掛人員 我家掛人員 對啊 難怪你現在頭髮顏色 這麼繽紛 國中又開始騎了 國中又偷騎你爸爸的威師牌 就去一千萬了 還在大檔 因為你們那個年代比較不會抓吧 必啦 還是會抓 怎麼會抓 欸我剛剛 上坡起步啊 我已經拉鎖煞車 我還覺得我快爬不上去 我們現在正拿去爬山嗎 哈哈哈哈哈哈 五十幾匹馬力車OK嘛 還可以騎穩住啊 而且它這水溫表好像不準耶 它水溫不動 然後我們會開到引擎炸掉 開到引擎炸掉 電力率才會高 今天自己它毛煙 你知道嗎 菜車已經滿花了一些錢 還有它的那個煞車的分放也卡死 我沒把它換掉 而且材料還差點買不到 就問了很久 終於有一間材料行說 它那個已經放了幾十年 終於有人在買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啦 剩那一組啊 問了好幾千 喔我一組比較久 快拿去 快拿去 很便宜啊 那都幾百塊而已 很多老車齁 你只要找得到材料 還有零錢其實都可以 因為它真的都已經放很久了 那些都算多的 多賣就多賺這樣而已 沖山喔 快點沖囉 會不會被夾到這燒車了 欸 欸 幹什麼 我 我要推六檔嗎 三檔還OK啦 50 現在50 欸可以啊 我們可以到限速啊 OK吧 太辛辣了 對啊 那個衣服喔 很壞啊 來 過彎一下有沒有 欸 避震器其實還不錯耶 過彎滿穩的耶 車又低啦 欸 小台 你知道嗎 這軸距又短 車又輕 以前統哥改這個車你知道嗎 是 對啊 統哥以前跑龍灘的時候 這個車也是有跑出神機的耶 我推二檔看看好不好 我是怕爆水箱 來 二檔 哇 哇 欸 還不錯 蠻貼的喔 欸 有沒有 馬上很好玩 很像開碰碰車啦 遊樂場開碰碰車 欸 可以耶 欸 煮完會也是六招嗎 我只是怕爆水箱 可以看一下 那一個老爺啊 你會跟它操 有時候年紀大 只剩下扣扣摸摸的功能而已耶 你弄一個雞翅貓來 哈哈哈哈 騷起來 哇 這台車 那一裝什麼都是鬆的 沒有 我們後面還有載東西 我忘記跟你說東西要搬下來 好 也聽到開車後面那邊 東西都被滑了 滑了 欸 其實這台車整體好放在店裡 我們一直在短拍片過程 蠻多人在問的耶 很多人在留言底下也有在問的 對 很多人在問說這台車 有沒有要賣 要賣多少錢 可是真的我把它整體那麼漂亮喔 我到底要賺到什麼時候 我才有辦法弄一個場庫來收集老車 把我們整體好的很漂亮的老車都放在裡面 拍個咖啡廳 大家來上車喝咖啡聊天 多好 咖啡也不用賣貴喔 一杯賣個兩百塊就要多了 對不對 手沖的嘛 OK吧 然後這個旁邊再搭配我們的商品部 能量水 哈哈哈哈 行運運手 開運手玩 對不對 套裝組 8888 搭配這樣下去開一個 不要說博物館啦 我們就是賞一些老車的地方 我覺得還不錯啊 不知道賺到什麼之後 才可以完成這個夢想 怎麼這麼辛苦整理完啊 賣賣不了錢 看又賞心悅目 問題又佔一個車位 怎麼提升它的價值 這個車齁 我剛剛講的那個MI16對不對 那都是自拍的 那時候還有一些 它這個已經算是比較新款 有一些沒有預縮式安全帶你知道嗎 有一些安全帶是固定式的 那你應該沒有遇過那種固定式安全帶嗎 對啊 沒有遇過 就是它綁起來就是緊的 就勒緊的 對 就是勒緊的 所以你要把那個像調皮帶一樣 喔喔 對 你要先把那個鬆緊度先調好 這樣安全嗎 一樣是綁住啊 就是你只要撞到它還是幫你綁住啊 那個時候不用安全帶的好不好 那時候沒有規定要把安全帶了 它那個時候 安全帶最大一個壞處就是 你拆掉沒綁的話它會很鬆 這邊就會垂了整個很長的繩子在那邊 喔 因為它不會縮回去 它不會縮回去 然後門關起來的時候被夾在門外面嘛 啊你開車就 我一個朋友在過月的時候有沒有 畫面暗示開車 又不敢下車看 然後停下來 油門補一下 欸 沒聲音了 然後再開 邊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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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 安全帶扣架到外面 呵呵呵呵呵 就是會造成這種情形 好不好 那時候 欸 我媽那買菜車 18歲搞好駕照 要練習開車 跟媽說開出去 載器那我沒話說 有夢裡 車上那時候都是放tape的 錄音帶的 我印象很深欸 那時候張學友是出哪張專輯 我都還是印象深刻 人在雨中 你知道這張專輯 裡面有什麼歌 人在雨中 哈哈哈哈 有多久不成林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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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聽過 還有一個 那時候喔 那個無印良品 那時候無印良品是出有一首歌 很莫名其妙的咪咪 你知道嗎 看開你的掌心 讓我看看你 懸之又懸得咪咪 懸之又懸得咪咪啊 你知道嗎 有時候是A照碑 有時候又變D照碑 哈哈哈哈 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哈哈 這個車喔 我真的覺得 我們冷氣也幫它修復了 原本冷氣不夠冷 我覺得開起來 很有趣啦 因為我們試 試多了現在高科技的車 媽的才剛試完 太不怕現在要試這個 哈哈哈哈 反差非常的大 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充滿 對我們來講 是一台充滿回憶的車子 尤其是我啦 可是我那時候 我媽媽那台車是試門的 然後是自拍的 那時候引擎改成1300cc的 噴射引擎 好 那它這個時候是 999cc的化油器引擎 其實它這個引擎 那時候我不知道是 因為它做不好 還是年紀到都會這樣 它就很容易沖掉 很容易水溫過高 其實我們小時候 對於這種老車 每一台老車的回憶都是 溫度很容易抓高 還有這個冷氣很容易不冷 甚至有一些更老的車 你冷氣如果沒有在 車沒有在行進的狀況之下 其實它都不會冷 還有一個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對於這個冷卻水的循環 永遠都設計不夠 不知道是因為台灣天氣比較熱 國外的天氣比較冷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那時候台灣不管什麼廠牌的車 基本上十台有七台以上 一定都會遭遇到水溫的問題 以前的那個 你如果去看啊 以前的老車啊 水箱都做很小 以前K6水箱 就這樣一個 大概是現在一半車的一半大小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那時候都那麼 對於水箱的 散熱啊 都那麼節省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啊其實整體老車 水路 真的很重要 就跟之前303一樣 能夠開 開到100以上 然後這個 有冷氣 然後水溫不會抓高 基本上這個車 我覺得 以老車來講 絕對80分以上 不過我認真講 這底板 我覺得比我本來想的還要好很多啊 可能這車主之前避震器有換 這真的 開山路真的差蠻多的 不太會有暈車的感覺 欸 這種車我調後來去找老師傅調 這後來去我們還把它調整過 之前提速有點問題 欸這應該四速是不是啊 我很怕 要打四速然後差到到達 欸 你覺得這台車開路上會吸睛嗎 我覺得會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把隔熱子也拆了 現在有貼嗎 有啊 它前面也有貼啊 那只是退色而已 看不起來 哈哈哈哈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很透啊 應該退色了吧 哈哈哈哈 我們先與其不論說這個 裡面有多靈靈的攏 至少我覺得從外面看起來 這台車是漂亮 線條越看 真的是 越好看 有這種老車的風味仔 你剛剛有沒有拍 看它的後照鏡子很小一個 很小一個 超薄對不對 而且那個 好像被我用 角度沒調好 對 趕 沒關係 這很方便 好不好 就是這樣 趕好了 我之前那個大發去過很多地方 劍湖山 他給我聲明 新竹那個叫什麼 小英國 胡四 小叮噹 胡四 六福春 六福春 對啦 六福春劍湖山 那台也是征戰各地 有一次還在嗎 還叫我同學 載漆辣 跟他說要載漆辣 好 照他 那時候還有收費站 開去收費站 收費站 攪完錢出來 就爆水箱就冒煙了 車上還載漆辣 被多輛車多走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年紀 有開車的男生啊 我覺得一輩子至少都要遇過一次 爆水箱抓溫度 不相信線上的同溫層 可以留言 我跟你講至少一輩子 你有遇過嗎 我沒有 對你沒遇過對不對 我們這個年紀的男生 一輩子一定都要遇過一次 抓溫度 不知道為什麼 每個人的車都一定要抓過溫度 就像我講的 不知道那時候的車為什麼 水循環都做那麼差 真的幾乎一輩子一定 最少要遇到一次 那當然我們是因為工作特殊 我們可能會遇到一次以上 因為以前坐二手車 常常在試車幹嘛 但是你如果正常一般的消費者 你有在開車 從小有在開車 至少你一輩子都抓過的指紋 很生氣 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但是就是都會抓到指紋 好啦 那這個今天簡單的 試了一下這個大發 生活大事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開啟小鈴鐺 那這個沒有訂閱的人 會怎樣 抱很像 哈哈哈哈 對啊 朝溫度 而且水箱爆完之後呢 本來要跟其他去汽車旅館 也沒辦法去了 哈哈哈哈 兩個只好坐脫掉車 然後女生就不理你了 你這樣很惡毒了吧 哈哈哈哈 這樣超惡毒的吧 好不好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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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rn 小心 один 看月 более reindeer 按下 傳達 ader 大家汽車旅館爆忠十度д으로開始有期望 莫名其名 阿我知道也有一陣子 죄송 種 Xingq 維格開始的時候 每個男人家裡一定都要有一個維格的煙灰缸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你如果家裡沒有一個兩個維格的煙灰缸 你真的睡不好 你混得不好 真的啦 還有維格的賴打 真的啦 那維格剛開始的時候 欸那有個透明的那種小小的煙灰缸 搞不好我家還有 欸我現在再用的還用就是 人家大家都有說啦 那個就是要給你拿的 喔是喔 沒有啦我不知道啦 可是就每個人都有啊 還有礦泉水 這拿走很合理啊 這是煙灰缸不合理啊 真的啦很多人都有啦 不然啊問線上觀眾朋友 雖然我不知道我們觀眾朋友的行情好不好 呵呵呵呵呵 真的啦 那每個家裡都有維格的煙灰缸啊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那個很屌 我忽然想到這件事情 一定要去維格吃那個蒸油味 那個mini bar會放一些小餅乾啊 欸還有泡麵啊 小碗的那個叫什麼 萊克啊 不是萊泡 哈哈哈哈哈哈 來一泡之後來一刻 哈哈哈哈哈哈 從那時候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 汽車旅館 應該是維格 啊 維格好像那時候還有流行 要幹 幹他的毛巾吧 毛巾也要幹 是毛巾啊 不是喔 毛巾不是 毛巾太髒了 毛巾沒人要幹 要幹什麼啊 我有嗎 我很沒有印象 我跟你很難聊 如果今天是我一個同溫診安忙 就會跟我講是什麼 哈哈哈哈 我真的嗎 他的記憶有點薄弱了 聖破格 一年間の保障障害サービス 力巨人 あなたの車を守る 是